歡迎大家收看《科學生之》 那一星期有一些突發新聞 在我們做節目的大概一兩天之前 有一宗挺特別的消息 這個也有近乎神秘之夜的 太空站裡面有怪聲 這件事不是異形的嗎? 如果是 我覺得更加值得在《科學生之》講 不只是《科學生之》 其實在我們上個星期做完之後 就已經出了一個關於波音設計的那個太空船 即是現在你要往返這個地球和太空站的太空船 暫時就是 如果你不算NASA自己搞的那些 由民營企業搞的就成功的有SpaceX 那就成功上落了 當然啦 即是你公開德國市場 一定有很多其他的公司也都參與的 另外就是波音 波音就搞了一架叫Starliner 他希望設計到那個循環載造能力 那個負載力能夠做得更加好和更加便宜 所以他就加入了這個競爭 那在上個星期其實我和台長你做完節目之後呢 那我在我自己和另外一個拍檔做的節目裡面呢 都拿了這件事來去評論 因為那個新聞就剛剛在我們上個星期做完科學生之之後才出 那所以我就變了自己就馬上講了先 那但是呢 在剛剛我和你現在做這個節目之前呢 又有一些小小的新的update 所以都值得在這裏再講多一點點 那不如這樣啦 由頭到尾加多一次 因為那些觀眾未必知道那個前因的後果啦 首先呢 就是現在在太空呢 就美國有一個太空站是不是 那個國際太空站啦 就不僅是美國啦 那個國際太空站雖然說著 接下來隔多幾年都是要丟棄的啦 但是現在呢 你發展一些可以上落太空站的技術呢 就無論對現在的這一代和將來下一代的太空站呢 這個技術都是有用的 更何況未來呢 還要講去太空站 還要再駁去月亮基地這些東西呢 那所以這些這樣的有一個比較輕盈的民營的載具呢 那這個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啦 那這個故事就是這樣的 剛才講到Starliner 即是波音設計的這個太空船呢 那它其實講在2019年的時候 或者試過做無人的飛行測試 都能夠上到軌道啊 叫再下來啊 那就似乎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所以它在剛剛這個2024年今年的6月 就正式開始第一次載人的計劃 就載了兩位太空人 就是現在台長你露到畫面上的 那兩位一男一女的太空人上去國際太空站那裡 那就成功帶了兩個人上去 但是呢 還沒拍到去太空站的時候 就已經發覺有一點點問題了 那問題在哪裡呢? 就首先發覺它那個推進器 主要那個動力的推進器那裡有些問題 另外就是說呢 連調整方向那幾個小型的推進器仔呢 都有些問題 那所以呢 上個星期我在另一個節目裡提到一個 就是現在太空總署一個最新的決定就是 就是說呢 原定這個波音的Starliner 是會載人上去十天八天之後就下來 就臨時決定就說不要了 你不要載人下來 你沒有辦法證實到那艘船可以安全載人下來之前 你就不要這樣做 其實宣佈了 六月起飛上去照計 六月尾就要回來了 但是在那一刻已經宣佈了 就不要載人下來 先搞清楚一些事情 一搞搞了兩三個月 到剛剛上個星期宣佈 不要載人下來 就是那艘船自己下來就算了 然後這兩個太空人怎樣呢? 等明年二月我找SpaceX上來再載你下去 這樣的樣子 所以對於波音來說就很慘的 這件事 士氣很低落的 這個就是剛剛上個星期知道的消息 但是如果過去這一兩天又有一個 什麼再新一些的消息呢? 令到我都覺得可以再評論多一點點東西呢? 那就是台長你展示出來這個新聞的標題 但是他說有怪聲這件事不是第一次的 他根據說2003年的時候 楊利偉上去的時候已經聽到好像 有個東西被人敲 我想你很難立刻回答到的問題就是 你憑了科學投入你猜發生什麼事? 那這些你講得有鬼 他那種聲是講的是敲擊的聲是不是? 是啊 是啊 你想想晚上睡覺的水除效應會不會是這樣的 我第一件事想到 那個敲就不是 你不要經常想著一件固體敲到一件固體裡 才有那些哼哼的聲 其實你是一個 液體在撞擊一個表面的時候 就好像打鼓一樣 一樣有那種聲出來的 而且在那個太空裡面 你想想 它的聲音傳不到去外太空那裡 直接就是用個固體的狀態 就是一個機械震盪從太空船那裡傳過來 那個太空站那裡 所以會不會是一些 就是 液體 它在那裡朗來朗去一些水除效應 這個就是純粹我自己亂猜的 這個就是 但是呢 就是從2003年那裡聽到這些怪聲 那為什麼又關這次另外一個美國的太空船事呢 那會不會是來自差不多的原因呢 那如果是就更好一點 現在呢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呢 真是搞不清楚這些怪聲的來源的時候呢 你怎麼知道那個怪聲 是不是來自一個可以接受 還是不可以接受的問題呢 那現在就怕在一個地步呢 就是這樣的 那你就想著兩個太空人留在太空站那裡 等於明年二月找SpaceX來接就沒問題了 那其實剩下一個東西就丟掉了 就有得去算了 那對於波音 其實對於甚至乎對於國際太空站來講呢 或者整個太空研發的practice來講呢 一個比較負責任的做法就是 你要盡量將那個錯誤 是馬上找到盡 你不要等這個東西整個爆炸了 銷毀了之後去找 更加難找 因為可能有一些爆炸的位置 基本上就是你沒有辦法再重新地去找到在哪裡了 就是一些爛了的位置 是不是 有些裂痕原來已經整個粉碎了 你都根本分不到原本的裂痕在哪裡 那所以一個都真是比較負責任的做法就是 趁著這件東西準備離開 而且呢 這個Starliner 它不再人離開的時候 是有很大的機會呢 是會在大氣層裡消毀了很多 甚至乎整件東西 最後會不會整件東西爆了 你是不知道的 因為如果你確保到它是安全的時候 根本上它是會載人回來的 現在就是為什麼不肯讓它載人回來呢 就是怕它在返回的半路中途之中 有些不明的裂痕 有些地方就會爆炸銷毀 從而令到有人命傷亡 那現在就不想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好啦 你就是說估計它有機會會在半空爆的時候 你也都想盡快 就是不要令到那個調查是完全沒有線索的話 你最好就是現在的測試就做了它 那所以由現在一直到那個 就是那個太空船要重新離開 那個國際太空站中間的這段時間呢 這兩位的太空人就很不空了 不停地收命令下面有叫你今天試什麼 今天試什麼寫個報告回去 那就不停地是做這些事情 那直至到這件事離開了 那這樣就有空一點了 那接著就等到2月的時候 就找SpaceX上來接它 那現在就這樣的 你如果有些怪聲 又不知道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而你也知道其中一個出問題的地方 是一個主要的推進器那裡的時候呢 你也要擔心這個問題 它會不會連安全地離開 那個太空站都出問題呢 它會不會那些這樣的推進器 你隨便亂噴的時候整件事爆了 甚至乎是影響到 有些碎片彈出來 影響到你的國際太空站呢 我想首先現在就是剩下來 搞清楚一個問題就是 當你有些再古怪一些的訊號出來的時候 你再要確保這件事 萬一脫離那個國際太空站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到國際太空站呢 就是影響那個人員安全 不是只是在下來的途中 是在剛剛脫離太空站途中的時候 你不是說突然之間好像月台開車那樣簡單的 你將它隔絕了 開動了它 脫離了它 就是慢慢脫離 脫離到安全距離再發動下去 所謂的安全距離就是 你這件事假設是沒有問題的時候 你再發動 也不會有東西彈出來 但是如果你整件事在附近爆的時候 都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對於Starliner這個事態 我暫時評論就來到這裡 我接下來會很留意的就是說 它能不能夠成功脫離去返回 基本上就預去返回的時候 中途銷毀都不期了 但是彈球就是說 在脫離那一刻 不要影響到國際太空站上面的人員 到跌下來那一刻也不要摘傷人 那就是這些而已 首先要補充一下 就是他們現在聽到的聲響從哪裡來 就是在那個Capsule 我不知道在Starliner裡面的Capsule 還是太空站的Capsule 在那個Speaker裡面出來 這個可大話笑 因為你不知道是漏了什麼東西 是啊 是啊 這個你如果有Speaker裡面 它是真真正正有一個裡面 實體的機械聲音訊號 在那裡的咪牌收到出來 還是它裡面的那些電路裡面出了問題 有些古怪的訊號出來了 那現在你有多個問題要去搞清楚 第二我想重複這件事就是 它的意思是不是說 現在在各國的太空站裡面 美國可以拍一部這樣的飛船上去 就跟它接合了 跟著那些太空人在裡面住 就可以走進去那個所謂的飛船 就是這個Capsule裡面 跟著飛回地球 那個過程是這樣的 你當它是一個升降機這樣 是的 根本就是這個設計 就是用來做一個地球與太空站之間的升降機 還有它們現在住了多久 它現在說是今年的六月上去 是的 六月現在住到九月 現在就要再移到明年二月才可以下去 嘩 那就住了很久 就是這樣說 起碼是維持了生存 我想對於它們來說 無端端的任務要長這麼多 它們都覺得是沒有搞錯的 其實都 喂 大哥 喂 你比它上一 在那裡住了一整年 住在太空站裡面 人都瘋了 大哥 好 是 那就是已經叫好一點 就是在太空站裡面 不是只有它們兩個 不過就在太空站裡面 那些人都只有它們不少 又逼多兩個人來 然後下次SpaceX上來的時候 故意又要在編制上面改變 原本下次是四個人上來 四個人下去的 現在下次就要遇到 兩個人上來 就遇到兩個位置來 再四個人下去這樣 嗯 另外它為什麼那個SpaceX可以做這件事 就是我不明白一件事 喂 你找另一個做 找另一個做 為什麼一會兒找SpaceX上去做 一邊又找波音去做 波音又去做 整個你不理解 為什麼要這麼簡單 這件事你當它是普通航空公司去理解 就可以了 那條航線不只是批給一個經營 是不是 就是現在你說 我這個香港飛台北 你華航長榮 你都可以飛這樣 是不是 那世界上很多航線 就是大家也都 其實在那個經營太空那裡就會覺得 引入這個商業的概念經營 就往往令到成本壓低一些 效能高一些 這樣 就是不再需要把這件事 看成為某一個國家的榮譽這樣 嗯 OK 好了 明白了 你估計如果是他們SpaceX上去 這個SpaceX上去呢 應該不會好像今次這麼大的問題 起碼SpaceX試過安全上去 安全回來 你找不找到SpaceX以外 還有哪一家幫你做 其他沒有經驗的話 你只能夠依靠有經驗的 就是這樣 我是怕上去回不了下來 那就是真的令人害怕了 那太空總署自己都有那個技術的 現在他已經覺得這些東西 可以用一個更加低的成本 寧願去跟SpaceX買技術去做這件事 買這個服務 好了 我們稍微時間來講講 就是現在那個太空帆呢 那個推進呢 是有沒有新的技術的突破 今年年初的時候我們有提到的 那塊太陽帆 你如果在網上搜尋一下 它叫做solar cell 就是真的一個solar 就是太陽能的solar 跟著就是帆船的sale 那是一件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其實在想的一個方法就是 太陽是有很多粒子打出來的 還有很多很強的光的 那於是它就形成了 你可以說是有一陣太陽風的 就是如果你能夠吃著那個太陽風 因為太陽風不停往外吹的 你吃著那個太陽風的話呢 你就可以由太陽那裡拿到的動力 來把這些東西推送去這個 就是太陽是以外的方向的 那些東西會是 那那個概念就是有的了 那實際可不可行呢? 因為太陽風那個力很弱的 那所以大家就想到就是 我設計一個有這麼輕得這麼輕的物料 然後呢 就將它擺有這麼輕巧得這麼輕巧的儀器 看一下我可以把這些 可不可以吃著那個太陽風來 把這些東西推進出去 那這個前期研究呢 就現在開始了 我真的把那個物料放了上去 而且它的帆一打開呢 是有半個網球場那麼大的 所以都大大的 但是如果正正式式說 如果是一個完整的整個東西的設計呢 是一打開呢 是半個足球場那麼大 大到一個地步呢 你在地球上面 你真是有機會 你那些天文發燒有用望遠鏡 會看得到的 但是那個概念上有了 現在就是這個設計的圓形 可不可行呢? 就放了上去試的 那其實就不是真的只要飛走 現在就放上去去收集數據 看一下它能夠拍攝的東西的效果是怎樣的 還有它真的實際拿到那些推進力 那些輻射量是怎樣的 就儲了都成 就是從四月到現在都快半年的數據 那這裡呢 我只是講了一點點的原因 就是因為呢 照計在接下來的這幾天呢 太空總署就會公佈了這個計劃 更加多的新的詳情和進展 那所以我就覺得呢 這個我就叫做bookmark 那我就會答應大家 跟大家再講一下 就是它最新的消息會是怎樣的 因為呢 你如果想指望它能夠做到一個 叫做脫離太陽系的一個飛行呢 我覺得這種技術是 就是幾乎只能依賴這種技術的了 因為你怎樣可以不用攜帶更加多的燃料 但是也都可以獲得一個推進力 那然後就可以幫我們攜帶更加很輕巧的 那就是指望這種技術的 你會發覺是不需要帶任何推進的 就用太陽風就幫我們把東西帶上去 所以未來一代就是如果你想考慮一些 脫離太陽系 甚至乎去到隔離太陽系的那些這樣的飛行呢 都是由這裡開始做起 然後下一步可能再搭載一個很弱的很輕巧的一個核子的推進引擎 那就令到我們去把人類的器件放去離開太陽系 在人類的有生之年那裡去做一個跨越太陽系的一個數據搜集 就變得有可能就由這裡開始談起的 所以這裡只能先講到這裡 有什麼消息我就再跟大家講 根據新聞的報導就是它這個帆就張開了 一張開了其實應該就走的了 但是現在走多遠就看下去了 它就拿個數據看看那個太陽風究竟有多厲害 那現在就拿著這個數據了 這個像不像我們大航的 那個時代的整個漂亮的風帆船 絕對是的 這個很有趣的 我們第一次在這裡結束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